这是布罗利的传超形态 拳打超蓝空背 脚踢黄金弗里萨 这是六宇宙斯大之王的传超形态 正准备优利面前的敌人时 却被自己的回忆压垮 因为初次变身传超 失去的理智 残杀了很多无故生命 现在的他 在敌人面前恢复成常态 犹如带宅的羔羊 与此同时 我们的布罗利在K2的影响下 逐渐恢复了理智 布罗利被刘满边 大声质问自己都干了什么 慢慢的 他想起了次来 是杀了那个恶魔杀了次来 由于布罗利当时失去了理智 所以他不知道次来还活着 被送去实验室治疗了 布罗利就立难难道 为什么是次来 他和雷莫是自己唯一的朋友 就是自己献出生命 也不由于他们受到伤害 但这时布罗利体内邪恶的一面出现 还命令布罗利 快点放弃这种愚蠢的想法 他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去杀了恶魔杀绿 而愤怒 就是他们复仇的关键 就算他们的愤怒 会毁了整个沙阿达星 那也再所不惜 善良的布罗利试图反驳 次来告诉过他 他的愤怒和力量 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会杀害他们的朋友和 黑布罗利当即录制他是错的离谱 力量是统治世界的法则 拥有这种力量 敌人就会害怕他们 就没有人胆敢杀害他们最亲近的人 如果他不展现出这种力量 他们的敌人就不会害怕他 蓝牙 只会有更多的生命消失 他质问黑布罗利 在敌人害怕之前 他们要杀多少人 不得黑布罗利回应 他继续发问 你就告诉我 到底要掀击多少文工的生命 才能让世界上所有人明白 我们是不能招惹的 黑布罗利发出嘶吼打断他 说他根本不明白 强者都是用生命铺垫起来的 这时弗里萨杀害父亲的景象 再次出现在布罗利脑海里 那时候 他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悟空和贝吉塔身上 差点毁了地球 可现在他知道 他们都是好人 布罗利表示 黑布罗利根本不明白 愤怒是力量的来源 可力量的来源并不只有愤怒 自己因为父亲错了一次 可现在 凯尔几乎用生命为代价 才让他明白 自己以为愤怒是为了保护所爱的人 但这种愤怒 只会让他们害怕 而他们的敌人 现在正利用他们的愤怒 在杀害他们的朋友 布罗利背身过去 对着心里的恶魔诉说 他已经决定与他彻底决裂 黑布罗利尖叫着 要布罗利回头 他不能就这样留下自己 他们是一体的 他需要自己的力量 布罗利眼神坚定地表示 他再也不会沦为愤怒的奴隶 黑布罗利嘶吼起来 他质问布罗利 真的要放弃 唯一杀死杀虑的机会吗 他真的认为 自己没有的愤怒 可以完美发挥自己的浅 有点力吗 布罗利头也不会的说到 他确实需要愤怒的力量 但现在 他不是故事艺人了 还要信任自己 他自己可以信任的朋友 所以 他相信朋友的爱 可以让自己成功 黑布罗利尖叫着 他诅咒布罗利 永远无法争夺自己 黑布罗利当即怒斥他闭嘴 回到外界里 杀虑朝着国王扑去 准备彻底了解他 然而 前军一发之气 杀虑的攻击被打断 他抬头看去 阻止他的正是布罗利 他依旧是超赛形态 看他脸上的平静 告诉所有人 还挺恢复的理智 杀虑只是翻了翻白眼 又来了一只大猩猩脚鞠 杀虑尝试了下 发现 布罗利的力量 大的惊人 自己居然无法挣脱 于是 杀虑当即斩断自己的手臂 与布罗利拉开一些距离 直到此刻 杀虑才开始认真审视布罗利 看着一旁情绪崩溃的国王 布罗利感到深深的内疚 因为他知道 如果没有凯尔的阻止 日后 他会像国王一样 被噩梦缠身 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道歉 随后 出手打晕了国王 远处的斯亚人 惊恐的看着这一幕 其中一人四声说 布罗利胆敢对他们的国王出手 还明明已经杀了这么多人 还不够吗 凯巴似乎看出了布罗利的变化 还让其他人冷静一下 布罗利现在的行为 跟刚才不一样 他似乎可以自控了 凯巴话音刚落 布罗利就朝了他们大喊 求求他们 把国王安全带走 当这场战乱平静后 自己愿意接受一切惩罚 让其他斯亚人感到困惑 他们不知道 该不该相信布罗利 这会不会 是他的一个陷阱 凯巴呵斥重人 他们还在等什么 快按照他说的去做 去拯救他们的国王 布罗利身上气息开始释放 他开向沙利的方向 眼中的愤怒和杀意 几乎有溢出了 下一秒 布罗利闪向到沙利身前 沙利起忙发布抵抗 巨烈的爆炸 发出 他还是老规矩有烟无伤 随着布罗利的身躯 在烟雾中显现 沙利明显开始慌了 他在最后具 巨强的能量 忍向布罗利 他依旧无法害动 布罗利的身形 沙利尖叫起来 这真的是刚才 那个野猴子吗 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强 布罗利没有回答 开始释放七七 然后对着远处的沙利 方法抵起手臂 在手掌对准沙利的瞬间 布罗利已经来到沙利面前 你能重生 对吧 沙利还没有反应过来 布罗利的手掌 已经穿透沙利的胸膛 他嘶嘶地看着沙利 这就是你对刺来做的 当初 沙利是这样刺透的刺来 布罗利说完拔出手臂 好了 你现在可以再生了 沙利知道 布罗利是为了折磨自己 他一边修复伤口 一边咆哮着 要让布罗利为死付出代价 布罗利冷冷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你感受到痛苦了吗 但你可知道 此来没有你这样的自愈能力 说完 布罗利再次挑衅沙利 让他再来 沙利知道了布罗利的厉害 让他少来这套 自己是魔法师 不会跟他玩近战的 花音刚落 布罗利的拳头瞬间来袭 沙利当即展开传送门 准备让布罗利自己吃自己 可下一秒 布罗利停下拳头 提起狠狠撞向沙利的下巴 可沙利不愧是活了数十万年的魔法师 在他遭受中判毒时 魔法瞬间释放 顷刻间 无数的空间之门出现在布罗利四周 将他包围 上时间 无数利剑从空间之门射出 然而 这些攻击打在布罗利身上 连他的皮毛都伤不倒 见到这一幕 沙利再次召叛空间之门 不过 而这次不是为了攻击布罗利 而是为了逃跑 不一会儿 沙利收到了尊主的心灵传音 尊主确定了沙利的担忧 三亚家已经战死了 虽然早有预感 可真切的听到这个消息 还是让沙利有些无措 短暂的吃惊之后 沙利的眼神变得凌厉 因为尊主告诉他的最后一句话是 如果他想在这场战斗中活下来 就需要释放他自己 下一刻 沙利换上了撒加同款眼妆 以此怀念倒下的兄弟 就在这时 布罗利也出现在上空 他腐蚀的沙利 无论你逃到什么地方 我都会找到你 沙利这次没有退缩 他闪现到布罗利面前 准备正面迎刚 沙利率先出手 一招魔法欺人发出 布罗利的双臂鲜血飞剑 一招得手 沙利没有往日的轻浮与得意 反而像萨拉加一样 冷静审视对手 布罗利心里却闪过一次惊讶 他将知道 沙利怎么了 他的力量和速度 提升了十倍以上 难道 这才是他的真正实力吗 沙利三次闪现到布罗利身后 他知道 自己的力量远不如布罗利 但他的魔法可以弥补这一点 他还告诉布罗利 他是十四宇宙最强量的召唤大师 他将用实力来为自己证明 跟沙利逼逼完 布罗利回头就是一脚 但他只踢中了沙利的虚影 这一下 人的布罗利惊讶 因为刚才沙利的出现和消失都太快了 这时 沙利出现在不远处 释放出使不前提的传送门 这些传送门的体积 也比他之前召唤的那些大的波子波 沙利咆哮着 他要看看 布罗利能不能抵抗自己这一招 发音状落 随体前不去干个怪物 从传送门出现 这些怪物 不同于地球上那些怪兽恐龙 因为 仅仅是他们的吼叫就能震出闪电 其实力不一样而喻 布罗利率先出手 打碎一个怪兽的脑袋 则被另一个怪物撑起突起成功 巨大的拳头 在布罗利很狠地垂到地面 光芒转线 布罗利一发嘴炮弹开怪物的拳头 调了他的脑胎后去 怪物也发出嘴炮 与布罗利对波 一时间 两人的对波不相上下 布罗利感受到的压力 发出怒吼 功力全开 直接将怪物的上半身封碎 布罗利不住地喘着粗气 刚才在爆发 让他想现在再次施工 还开始调整呼吸 让自己保持专注 又是一只脚从天而落 将布罗利踩到地上 一旁的沙利健壮大声叫好 布罗利撕死地撑着 一会做起 怪物直出迷霄 这一幕 让沙利脊背发凉 还开始觉得 布罗利根本不是人类 布罗利扛了怪物冲到太空之中 然后抓住怪物的脚趾 将它摔向地面 紧接着 布罗利从前而落 朝着最后一只怪物提冲而去 揉开怪物的拳头 布罗利分析一脚 看到怪物的脑袋 消灭最后一个怪物后 布罗利开始疯狂的四处寻找杀绿 他知道 必须尽快结束这一切 他快坚持不住了 声音从他背后传出 传猴子啊 我就在你后面 而沙利的身后 是他召唤出来的巨大物体 看模样 热向地球的天神殿 布罗利长龙巨气 看到 他的召唤魔法对自己无效 突然之间 布罗利的身体开始发抖 仔细观看 可以发现 他的眼眸又消失了 布罗利用身体照顾了沙利的召唤物 这在沙利惊慌的时候 布罗利嘴里再度发出野兽的吼叫 看起来 布罗利在此失控了 沙利兴起不已 运气总是站在他这边 沙利当机召唤空间之门 让布罗利的拳头打在他的下巴上 可这一拳 却让布罗利恢复得理智 只让刚刚看到希望的沙利再度咒骂起来 布罗利怒斥着沙利 他来这里 只是为了伤害自己的朋友 他永远不会原谅这一点 而现在 他再也无法逃离这颗星球 这番话 却让沙利得意地笑了起来 自己只是一颗棋子而已 自己的生死 对这盘棋局没有任何影响 但即便如此 自己的生命 也不会轻易被他夺走 也许在布罗利眼中 自己是插尺难逃 可这样的困境 也许对自己是好事 但对布罗利来说 绝对是个坏事 布罗利没有听懂沙利的意思 此刻 沙利的眼中出现了 尊主与贝基塔缠斗的情景 他缓缓闭上双眼 似乎是准备激活另外一种力量 此刻间 沙利的肌肉爆发 身上青筋爆起 他在心里道歉 但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不知道沙利这番话 是对尊主所说 还是对死去的撒尔加所说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他是否想要采取自爆的方式 与布罗利同归于尽呢 或者 还有更加厉害的禁忌魔法 需要施展呢 但不管怎么说 沙利的死亡已经无法避免 这场沙达之战已经来到尾声 同时 也将迎来最精彩的部分 那就是 与十字宇宙破坏神尊主的战斗 到底集合了所有塞亚之力 能不能打倒一位真正的破坏神呢 悟空还要被封号多久呢 订阅转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